因為買的時候花了很多錢 我想說應該是不可能是買到假的吧 專櫃嘛 是代購 那個代購是你長期跟他配合 所以不會擔心有增加 就是只要有母親節 然後想要送東西給我婆婆 或我媽媽的時候 想送這個包包的話 我就會跟那個代購聯絡 因為他感覺是蠻有成性的 金橫姐姐嗎 發生你的 你說什麼 我聽不太懂 發生你的他身體的 你沒有要移開這個啊 這樣夠嗎 夠低嗎 非常辣 非常妹 我覺得畫面比較重要吧 哦 那家朋友問你遇到王富佳 有沒有稍微安撫他一下 哦 我沒有看到那個 就是 就是看到我沒有看到他 有時候看到IG 才知道他在同一場對不對 對 那他最近的新聞你有看過嗎 我覺得這個新聞 每個藝人一定都會經過一些風風雨雨 我覺得反正事情就一定會過去啊 就是加油 所以說 快點 你本身會買愛嗎 吃飽嗎 我有買過給我婆婆 但不會擔心真假的問題 因為買的時候花了很多錢 我想說應該是不可能是買到假的吧 專櫃嗎 是代購的 那個代購是你長期跟他配合 所以不會擔心有真假的 就是只要有母親節 然後想要送東西給我婆婆或我媽媽的時候 我想說 好 那就是想送這個包包的話 我就會跟那個代購聯絡 因為他感覺是蠻有誠情的 什麼 我主要都是送我婆婆耶 哈哈 因為婆 因為 媽媽還是有錢 不會 我都是給我媽大量的金錢 然後 給我婆婆就是一些那個名牌包 因為我婆婆很喜歡去吃美食 然後他那個如果我送上好的包包 然後他就會這樣勾在那邊 然後去吃飯就會說 啊這我媳婦送的啦 金痕姐姐嗎 發生命的 你說什麼 我聽不太懂 發生命他身體的 你沒有辦法移開這個啊 這次的服務非常的性感 這樣夠嗎 夠低嗎 非常辣非常美 超級美 可是其實大家就是愛的想法 不關心他愛自己的 還不夠低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樣呢 非常辣非常辣 這樣呢 我覺得畫面比較重要吧 哦 真的有多別的 謝謝 謝謝 哈哈 今天更多要讓你們留在一起 讓你什麼時候大家都好期待 他這次在我們節目中有 正式的跟我說 他也有留在一起的電話 而且他說 他可以感覺留在一起很想跟我吃飯 所以如果那個下一次 我的胸部帶我們去韓國的話 他說他一定會約那個 留在一起先生一起吃飯 我姐夫我們有一起接受訪問 然後問到對姐的時候 他是這麼講的 他說那個 他的媽媽真的很喜歡我姐姐 所以他們講就是 會這樣靠在他那個媽媽背上 就是感覺很親密 嗯 感情很好這樣 對 可是姐哭著說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就是 很少機會會遇到 好 那我半心甜甜 不是虐狗的情形 他也不行 他不要全部剝掉 愛動物 愛動物 我覺得他不會啦 真的嗎 我覺得以我對他的了解 他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嗯 所以你覺得他應該是嗎 對啊 他那麼愛他小孩 那麼愛他狗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貴族世佳好正點 貴族世佳 貴族世佳 齁 您這個氣質喔 你不管穿什麼 都是世佳 不會變成炫耀 王思佳喝喜酒 全身烤杯觀飲 王力宏和體討者 貝魁請貴唱藥丹 今天你要嫁給我嗎 不是這首 今天真的是明天你的是今天 今天你要嫁給 你是你的蔡英明對不對 對 但是今天我覺得我 我跟立宏在這個舞台上 昨天 也不是 還是你們要彈琴 欸 就是這個文 害小編以為是王力宏和陶哲 結尾連禮 心心相惜啦 新鶴集團二代孫柏豪八號 舉辦的婚宴 總行雲集 小S 康康 佳永傑 都來了 PPT支持人和雷神男主角 投王組合 唱的不是曲中人散的寂寞 而是Forever Love 這兩位有故事的男人 先前都捲入桃色風波 難怪合體聽起來全是感情啊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擁抱這一輩子去愛你 從今以後 你會是 傷了 幸福的你 你會是 生氣 那是 那是 公眾的 誰 你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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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是 你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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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陷夾包冯波的王思佳 才說自己冰得像狗一樣 當天爺跟老公一同獻身婚禮 看起來應該是恢復的差不多啊 粉紅洋裝搭配粉紅祥奈兒 剛好還跟好姐妹三月的穿搭桿 因此有網友猜測啊 是從觀影那裡接來的 貴族世佳齁 您這個氣質喔 你不管穿什麼 都是世佳 不會變成炫耀 他出道的時候 就真的就是一個土台妹 雖然他現在也是土台妹 拿著疑似是精品的土台妹 在他2021年的影片當中 他在節目上有爭議的那一款 愛馬仕的包包 就放在他的正後方 可是呢 他去送宴的這個包包 出產的年份是2022年 這時候李組長就眉頭一皺 覺得這件事情是有蹊蹺 我們可以合理的懷疑 他送宴的包包 根本不是他上節目拿的那一款包包 他有一個Chanel Chanel的耳環 正品他是有7顆鑽的 但是世佳阿姨只有5顆鑽 香奈兒的收納盒 那個盒的邊緣都長得跟別人不一樣 我看他家就是滿坑滿谷 我跟你講真的是滿坑滿谷 就是夜市擺攤的那個等級的Chanel 為什麼所有的精品在他身上看起來都像假貨 你給大家的印象是你是一個對精品超本的專業人士 可是你卻拿著看起來非常低仿的包包去上節目 然後你跟我們說你不知道 那不就跟你之前所營造的形象 背道而馳 不打嘴巴了嗎 我是國家級的女巫 我說你會出事你就會出事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從以前到現在 只要跟我對著幹的人 他們的下場是什麼 所以最近覺得那個娛樂型 我就三立剪的那個影片 真的剪得相當好 在這邊給你 比個讚 這是一種超級弄弄 已經不是小弄弄了